我跟我男朋友是在大一的时候认识的 可是最近两个月因为父母的事情跟我大吵一架 我在打电话给他 发短信给他 他都不回我 后来我从朋友的口中才知道 原来他已经换了电话号码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的关系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因为他以前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都很迁就我 可是现在我再怎么打给他都不接电话 我用我朋友的电话打给他 他只要听到是我的声音就立刻挂了 我真的很爱他 我跟他在一起四年了 我希望他可以告诉我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犯了什么错 你就这样狠心地离开我 妈妈 可是你都已经说要送我了 我这么顺当地去送你去活的站 我也不去送我妈去医院 那你还作为男朋友呢 你怎么就只作为儿子呢 这不说我去我妈去医院 你先告诉我 那天你是送他去出差了 还是把妈妈送医院了 我跟他坐在迪士车上 他后来先送我去出差了 我就跟他 我一直说我要下车 但是他就是不给司机停车 必须要开到那火车 这四年以来我对他真的已经说是他叫我干什么干什么 去约会 他说吃哪儿就吃哪儿 他经常都是一个不开心 去到这里不想吃 再走那边也不想吃 那你说我吃什么你都开心 对啊 那我当然按照我的想法来吧 每天吃个饭也要找个两三个小时想吃地方 那怎么了 那作为一个男朋友不应该这样子吗 难道你觉得像那些男生很不体贴女朋友才是正常的吗 但是我对你也很好啊 我天天身上都带着你的胃药 因为我觉得你会胃痛 这么大一瓶耶 我放在包里我不中的吗 胃药 而且还是玻璃瓶中 如果我不是每天都挨着饿陪你去逛这里不喜欢那里不喜欢的吃 你说这胃疼吗 可是我妈也说了 女生年轻的时候就应该享受啊 我就应该享受她给我带来这种愉悦感 对对对 那你带给她什么了呢 我对她也很好啊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挺开心的 你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是你一个人开心的还是我们两个人 你怎么不开心 我问你你怎么不开心了 我们俩在一起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来做 你说要干什么 你嘴巴说出来我来干 你说要去哪 我带你去哪 那我没有走吗 去吃东西你点一桌 那你的意思是她背着你就对了 要吃的东西你点一桌 你爱吃的全吃了 不爱吃的就是在我吃的东西 真的假的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有胃疑吧 饿就饿一顿 我们就饱一顿 然后她开心 我就得跟她开心 我一说了一点说是她整天都能跟我暴躁起来 整天她都不开心 你哄她吧 她说你知道我怎么生气的吗 完完全全你只能跟她道歉 你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错了 我平常说我很为你节省钱不是吗 什么时候都是我打电话给你 每个月的电话费都三四百好不好 你怎么不关心下这种事情 你又接电话还那么辛苦 我的钱全部都给你了 你的什么钱都在她的 比如说每个月家长给的钱 读大学的时候是每个月一千五到两千 都给她 必须啊 除了自己翻卡里充点钱 她自己一开始跟我在交往的时候 她说的 她说以后我的钱都给你 那我接受我必须接受 她都说成这样子了 那你说钱都在你那里了 你说不是你花在哪里 我也给她零花钱啊 一个月也 看表现了 她怎么表现 你能多给她一些零花钱 比如说她今天做了一件 让我很感动的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她会下大雨啊 她知道我没有带伞啊 她可能在很远的地方 很多坐车过来接我 就过来送一把伞过来 那有的时候晚上我睡不着 然后你奖励她多少钱呢 就那个月可能就是一千 我一定忍耐 要不然你先回去 我们帮帮帮你行吗 她一直就这么说话呀 那 喜欢吧一开始 一开始喜欢 现在是吹蜜蜜 那你现在也得喜欢我 那妈我睡那么大情感 对对对 姑娘你不要哭啊 所以问你三个问题好吗 你爱她吗 我能人爱她 你爱她是因为她听你的话呢 还是你爱她这个人呢 不是单纯的因为她听我的话 如果她在你的世界里消失了 你会怎样呢 我这两个月真的很难受 我还是想跟你再联系到她 我觉得我一定会不那么冲动的 我不会再练那么多磕刻的条款了 以后还每年都过那个十四号的节吗 不过了 无所谓 那个有什么亲亲日还亲吗 很亲 好 接下来我让老师来帮你好不好 好 我们帮你想办法 来一起进入今天的秋 海峡姐来来来 首先我今天学到很多东西 十二个十四号的节日 这是一个 你以后也可以天天过 对 我准备着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看到了小女生怎么样的追求浪漫 我也理解小男生 为什么这么为难 真的 两个人 虽然你希望和追求浪漫 但是 要有度 我问一下小女生 你心疼过她吗 我也心疼 可是我 我没感觉过心疼 你感觉到心疼还能 我总是冲动不可以吗 那么 那么年轻冲动总是有的吗 你老 那你怎么没冲动一下 让我不要干那么多事 你要如果真正想跟她生活在一起 你要心疼她 你要理解她 同时你要给她空间 从你身上我也学到 将来我会对姐夫好一点 我在深圳待了十八年 我的工作的身边 也碰得过这样的女孩 做得比她极致的还有 哦 半夜五点钟打个电话 说老公 那是男朋友了 没结婚 我病了 你来送我去 但我还有五点多 给她去买麦当劳早餐给她 对对对 这次我遇到过 遇到过 遇到过啊 这次我知道 她过去以后 她说我没病 我这就是要看看你到底来不来 你不来就不爱我 来了就爱我 这不资格的人吗 但是希望女嘉宾你多体验一下 你是男生 她可能这个年龄也会这样做 如果她到三十岁的年龄 你不会这样做 那你觉得我还能等她 三十岁一样 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还没到三十 她就没了 那你没有这样的经历 以后你还后悔了 你的阅历有关系 你可能成熟一点 对她还能理解一点 但是你现在怨气 有十足的怨气 肯定你到三十岁以后有 有五分的怨气 以后呢你就会有三分两分的怨气 我怎么觉得您在家里好像 海霞姐老欺负您 有同感 有同感 这方式不一样 我说吧 男人吧 你一定要讲点政治 让你讲点政治 在家里要听老婆的就是讲政治 是吧 这女孩要跟你说 你的爱的意愿很强 但是爱的能力很低下 第一 你这么爱你的男朋友 你说在作 小作移情 大作伤身 小作就是撒娇嘛 一两次行 对吧 你很喜欢撒娇 但是大作你就伤她的心了 比如说人母亲 家里人发生那样的事情 你居然那么去做 我都听不下去 你这还谈结婚呢 第二 你要成长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现在这个样子 也可能跟你小时候的家庭的教育 也可能跟你看一些韩剧啊 一些特别偶像剧有关 更有可能是她把你也惯了 你可能内心很缺乏安全感 这是你自己的 你必须得成长 而成长就要从破灭你的幻想开始 她不是随教随到的佣人 她是你的男朋友 第三 你一定一定要知道一个原则 一个黄金的恋人法则是什么 你要想得到什么 你必须先做到 懂了吗 这位男孩 我很佩服 你居然能做到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个发短信 其实真的很想睡 但是 是真不敢睡 她很幼稚 你很傻 她这样能这么纵容的使唤你 也是你惯出来的 我反抗过啊 但是结果只会 她变本加厉 我感觉我只是还是有一些喜欢她 我还有一些期待她也许会成长 所以我才她多么那样凶多么那样野蛮 我还忍着 你问问徐老师 像她那种你怎么对付呀 首先我从来没遇到过 就现在遇到了 你怎么办呀 你困得不行了 她发短信还兴趣盎然 这个时候你说人家傻呀 你怎么应付呀 我关机呗 手机没电了 你敢关机 你就不心疼我呗 你没把我当女朋友 你问我什么你发 我就会发 你在干什么呀 睡觉 别睡啊我睡不着 你陪我一起呀 我很困 很困就努力的张开眼睛 我觉得我一个人我好难受 我不想一个人 要不然这样咱们俩呢一起先把眼睛闭上 咱们到梦乡里去 别说那个我试过好多次 我没有试过的嘛 咱们去梦乡里一起一起聊天好不好 不可能你这很小孩子 哎呀她这有个最重大的问题 许总虽然年纪比她要大 其实在某些情况下跟她是一样的 找这种女孩子要找年纪大一点的 我老婆比我小很多 她也每次这样的 打电话 睡不着不行 必须打 后来你怎么解决的 必须那我就是 我在有些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能妥协的 你是怎么办 来来姑娘你来一下她 我是坚决跟她说清楚的 第一不浪费电话费 第二我在外面出差 你要这样继续跟我打下去 我明天怎么工作啊 我二话不说把电话挂掉的 那我又哭了呀 圆子上绝对不能妥协的 我立刻在打 那我管你怎么办 像你这种人哭哭就好了 对你这种人绝对不能动侧影之心 我告诉你 那是害了你 那个公主病啊 在南方很多见 女孩觉得我爱你 我才跟你做嘛 对吧 但是这种公主病 我跟你说 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纯女人病 好好的话 为什么不会好好的说呢 是吧 明明你心里面可能想的不是这样 诶 我就一句话要把人给伤到 你对她妈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可能只是觉得我心里有点不爽 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呢 这种公主病其实是什么 是你的情伤太低 你要想你是在找老公 老公是要承担责任的 他不是一天到晚陪着你的 对不对 我觉得你现在在训练什么 你在给别人训练老公 他所为你做的事情 只要他能做一条到两条 在别人那边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公 真的他为你做的事情 你每一条写出来都是可以追到很好的女朋友的 你要知道你的那些条件啊 是每一条条件我听下来都没有问题 任何一条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把它要人每一条都做到就是问题了 没有人可以每一条做到 然后我最好跟你说 其他事情说白了 只是你自己捉浇灌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这不是品质的问题 但是你对人家的父母有这种话 那就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 至少你要有礼貌吧 这是一个教养的问题 哪有人跟你说你又不是快要死了 那又不是见最后一面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然后小伙子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你灌不了他 为什么灌不了他 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有的公主病都是被人灌出来的 是你一步一步的退缩 一步一步的忍让 才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跟他说非常简单 我有一条底线 过了这条底线就不行 以后不管是这个女朋友 还是未来的女朋友 你都要记住 做男人是一定要有底线的 你们两个人如果要在一起 我跟你们出个主意啊 把之前啊那些条条款款那些东西啊 选择两到三条 最多三条姑娘 最多三条让她做到 其他一律废除 然后认认真真的去跟人家爸妈道个歉 女人可以任性 但不能肆意而为 可以撒娇 但不能骄昂跋扈 任何一个女人如果靠男人的尊宠来过日子 再幸福也不过是个花家 如果她们不散开 再去就困难一下 好 对 我去看 都不散开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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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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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